李宗盛雄議員 李宗盛雄議員 我很高興在這裡見到大家 今天講的講話就是物聯網的來臨 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 要做到物聯網 首先網絡發展一定要成熟和配合 至於穿戴裝置 物聯網之中最普遍應用的就是穿戴裝置 很多標等等都是穿戴裝置 所以這次講話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由我姓黃 去講解網絡發展的部分 第二部分我會交給Kelvin Hong 去講解穿戴裝置的部分 每部分都帶他去穿戴裝置 接著是Q&A 我們來自於香港公開大學的工程科學學系 很高興在這裡見到大家 或者在開始之前先做個熱身 其實物聯網發展的所謂的網絡配合 就是在講IPv6 聽過IPv6這個 term 可以不可以舉一舉手 嘩!這麼厲害 那真的不用再講解了 沒有聽過的? 反向問一下 沒有聽過? 好,謝謝你支持我 那我可以講解一下 接著我會很快說幾句 然後他就交給Kelvin Hong 就是物聯網 因為這次是對於公眾來講的 所以我希望盡量講個概念給大家聽 如果你技術比較仔細的 可以時候再問我 那我們直接來吧 那我希望這次 很快地讓你們很快地明白 啟動 支援到物聯網絡的所謂 制式的網絡是怎樣的 那首先一定要 adressing 說adressing 即地址 你一個物件 跟另一個物件聯繫 一定有一個地址 如果是電話的話 就有電話號碼 那電腦就有一個叫IP address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那IP address 一般所謂我們正在用的 我們現在問問大家 我們現在手提電話 能不能上網嗎? 上網吧 上網也要有一個叫IP address 那你知不知道你現在的電話 怎樣可以看回你的電話號碼的IP address 以及你知不知道你的電話號碼的IP address 是Version幾呢? 你試口才查 因為我都認不上那麼多的機器 那現在就告訴你 大部分我相信都是Version4的 就是32bit 32bit總之是一個二進制的單位 我們就用32個二進制的委員去代表 例如就是這樣 144214 二進制就是這樣 再畫成10進制 我們就這樣讀 這個就是Version4 就是現在普遍正在使用的 有問題 不是設計有問題 而是不夠用 那為什麼會不夠用呢? 就是因為其實 當初設計智能力 你看看1969年的時候 整個智能力只有四部 那有沒有留意現在我們經常說 De-Internet De-Internet 英文一定有個D字 就是不可以Re-Connect Internet 我們要Re-Connect to the Internet 這樣 De-Internet就是實際上說的這四部 當初1969年的時候 就是這四部電腦接近了之後 電腦加一部 加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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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今時今日這麼大抽 所以我們叫De-Internet 就是從這個Internet開始 那你想想 1969年的時候 只有四部電腦 那怎麼會想到 今時2003年的幅圖已經這樣 那2017年的幅圖已經是 因為複雜到 所以就越來越多 簡單來說 V4 我們在使用的IP address 不成功 就是因為太多人上網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上網 為什麼那些 address 會用得這麼快呢 其實有幾個原因 最主要原因就是 多人上網 很明顯 那我們看看 這個全球人數是7 billion 今時今日 昨天才再看 上網的人數都是3.7 billion 還有很多增長空間 那我們再看看這個Internet user 這個就是人口相對的國家 那美國人口326億 你看看都很接近 為什麼 因為美國最先上網的國家 那滲透率是很快的 日本也是 日本和美國的滲透率很高 而且很早開始上網 然後你看看其他的國家是什麼 中國 印度 巴西 俄羅斯 所以 俗稱他們叫金磚四國 不知道為什麼印度尼斯亞 是去年飆升了 我們再看看 來來到中國14億人口 但今時今日多少 731 million 上網 你看看他的滲透率 287到326 差不多八九成 這裡其實日後還有很多增長空間 而當初這個數字是在說200多 我每年都要更新 差不多在八位這個數字 由56、67 更新 所以看到最主要不夠用的原因 就是因為越來越多人上網 第二 如果有一些朋友好像我 以前上網所 是怎樣的 用那個Modem 要先用那個Modem 纏接到那個電信箱 接著要逐分鐘或者逐個小時收錢 現時不會 現在怎樣 Always On 以前你上網 才接舊去的話 你上網了 那那個IP-addressed こと後就能修好 收回 收回就可可讓另一個人利用 但是现在不是了,家里人都无限上网了 所以电信箱就没得回收 给第二个人share去用IP address 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到了2012年左右,大部分都是blockbank 所以就是没得重用IP address 最经典的是以前家里 整家人share是一部电脑的 现在一个人都有这么多的器材 另外有一部电脑里面有安装几部电脑 这些全部每一个在网上的都要一个IP address 所以会产生不够用 不够用会怎样呢? 我刚才提到要上网就要IP address 没有IP address 即是怎样? 上不了网 你今时今日问10个年轻人或成年人 问他没有上网,肯定很大事 究竟不够用的情况去到怎样? 我们先看看 2000年30%全球剩下38%的IP可以给人用 看他的跌幅 每年是以2%的跌 照看去到2004年30%都可以挨多15年到2019年 但到了2004年已经急跌了 2004年发生了什么事呢? 最近那些Mobile device 就是IPhone那类的 突然开始越来越多人 那4% 由2%到4%的跌 跌到这又怎样? 2009年9% 应该可以挨多3年 谁知道是斜下去急跌 2011年是没有的 已经写入了历史了 2011年2月3日 2011年2月3日 总的跌幅是没有了 你说不是啊 我今时今日 还可以 新公司、新家人都可以上网 那IP是哪里来的? 原来是这样的运作 全球有一个机构的IANA 就管了所有的IP address 它的IP address 就分了给全球 即是6个机构 香港属于香港和中国、日本 全部都是under这个AP Lake APNIC这个机构 去管住派IP的 即是这个阿爺 分了IP给这6个机构 全部都管了全球 那中国、日本、香港、澳门 想要IP address 就问AP Lake AP Lake 就专门分一些IP address 给大家需要的地方 那这个呢 的而且确在2011年2月3日 是没有了 那你猜他们还有没有 就是分了给他们 那你猜他们有没有存货在手呢? 是有的 是有的 捱多了一会儿的 那AP Lake 过多一个多两个月 都没有货了 整个亚太区 接着欧洲 过多一年没有了 就好像淪陷那样 14年 这里也没有了 拉丁美洲 北美 到最后 大概一年多前 都没有了 只剩下非洲 还有IP 4 这里有两个现象 非洲小人上网合理 那你有没有留意到 北美 其实刚才你看到 渗透到最高 最多人用的 为什么会最迟才没有货呢? 想不想解释 什么? 是的 为什么它可以更多罢了? 因为它是在它那里发现的 所谓的class A 大粒的那些 全部罢了 一次罢了 所以中国是很严重的 中国发展 现在先说一下 它是最不够IP 下一代是IPv6 所以它是最推得最劲 发展得最好的国家 所以不止现在 早前 很久之前 那个叫做北京奥运 北京 那时候整个中心 它都用了IPv6 所以那次展示国力 除了在北京奥运 除了中国的运动员之外 那个IPv6 写了去做案件 经常被人拿来讨计 就是那次它展示给世界的人 看IPv6 它玩得很厉害 而且的确是 那就没有货了 刚才你们看到 一年都没有了 又不是 你现在想新家 想申请宽频上网 帮不帮程度 它能不能给你 可以给的 为什么呢 IPv6 就是一个大机构 例如里面有 香港电讯和和记电讯 它要IPv6 就问它拿 它声称我要多少 那它问它拿 那它先给你一堆 所以它还有些小货 可以吗 所以现在是我们在吃 最后咬最后的一口 那个粮食 所以是水浸了 那底线是什么呢 英国的尺寸是持续增加的 为什么是持续增加的 尺寸 刚才提到 穿戴装置越来越多 每个人都上网了 接着 上网的人口是越来越多 不是真实上的人口 所以这个尺寸是持续增加的 但是刚才提到 V4的Pool尺寸是什么 持续增加 没有IP就不能上网 所以要解决方案 就是我们的主角出场 就是IPv6 但IPv6 又推出来 到你用的时间 是不是要有一段时间 如果它真的 尺寸到 每个人都用IPv6 IPv4 变了历史 就没问题了 因为它一定能够 应该成长 但问题是 我们现在在哪个位置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V4已经证实不够 V6又在扑头 但是又不是每个人在用V6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的历史阶段是在这里 OK 有技术一点的解释 IPv4的地址是用32bit 以进制去做 IPv6就是128bit 不属以进制的 我只是解释两句 32bit 如果多一bit 即是33bit 就是等于原本的数量多一倍 多两bit 就是多了一倍 再多一倍 32bit 不够用 多一bit 多一倍 多两bit 就是一倍 一倍 现在我一去到128bit 所以可想而知 是多得很重要的 如果把32bit写出来 那就40亿 就像你身家 40亿那样 OK吧 差不多足够了 128bit 那怎么写 写到这么多 是吧 读都读不到 写英文 有340 billion billion 即是3 之后有38.0 即是多还是少 没有普及的 有个数字 即是否足够 最担心是否足够 你加元也不足够 即是也不足够 那我们怎样可以估计到 大概是多得很重要 还是其实都是仅仅够用呢 那要有些参考 reference 全球有7 billion 人 人口要控制 地球不可以 人口持续膨胀 膨胀又有病 又如何偶然会死亡 所以 可能会增加 但一定会有一个 upper bound 如果把这个IP address 随意 那么多的人数 每一个人可以有5 等候有28.0 那么多的地址 你有没有那么多的装置 需要上网 对吧 所以从这点算是很足够的 但这些问题就是 就是说 不是人要的 可能是物件要的 物联网的 麦也要 水壶也要 那么我们把这个数字 随于地球的表面 包含海洋 不只是陆地 如果是一个square meter 即是这么大 就可以分配到6 之后23.0 那么多 那你又觉得足够 里面可以放到那么多东西 如果你觉得足够的 所以应该是足够的 很明显是多到 有句话 就是每一粒层都可以有一个IP address 所以就可以 我们的网络之前 一定要有一个地址 配合到 就是制式 制式就是v6 有了v6 网络就ready 网络ready 穿戴装置等等产品 才可以出场 好 我们相信日后就是这样 即是现在已经正在走 说一点技术 这个是v6制式的格格 不是 这个是v4 这个是v6 这个v6是新的 那么你们看到 新和旧有什么最大的分别呢 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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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地址的长度 其中最大的分别 最主要的分别就是 就是v4有很多个格 就是有很多样东西要处理 v6的格数是少一点的 那么你 寄完一个email之后 就会放入这些所谓的风包 去到一个路由器 网络的装置 那些设备就要decode它了 拆解它里面是什么 v4就有这么多格 就是那个设备 要看完这么多格 才处理到你的内容 那么v6除了地址 令到你足够之外 另外 它要处理的东西就少了 就是说用了v6之外 网络、装置的设备 会更加快了 流畅了 可以吗 所以日后 除了 用了v6的好处 除了令到更多的 device上网络之外 是会更加快了 所以发明v6之后 除了解决大adjust 就是需要adjust space 需要多些IPadjust的动机之外 无论security、mobility 简单了、自动化了等等 都有这些好处 这些就不在这些公众地方 即是不在这个设备 足够时间讲的 有很多好处 那你们觉得 你们知不知道 今天家里是用V6还是V4 9乘9是V4的 因为有很多网站 没有V6的伺服器 那你去不到V4的网站 你就一定投诉电讯商 所以今天你大部分V4 很多都未用到V6 那为什么呢 所以因为推V6 好像很简单 V4变V6 但是中间牵涉了很多东西 由你家里去到Facebook 首先你的机器 要V4变V6 你的电讯商 和记或者PCW 他又要懂得转 对方的伺服器要转 对方伺服器的互联网供应商 ISP又要转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在拖 家里的电脑就是Windows 一般人 Windows何时才开始支援V6 不是很早的 其实你刚才看到 2000年前 V6的制式已经设计好了 但到今天都未能普及到 就是大家在拖 我路由器的说 你伺服器都未成功 那我还不需要整理 伺服器又说 你路由器都未成功 我伺服器就不用整理 所以你留意一下 今时今日你们去买Blockband router 有没有留意 现在开始明显 他贴了的贴纸 写着IPV6 ready 有没有留意一下 很便宜 也有 以前他不流行这个贴纸 你看到现在 家里的宽贴路由器都可以 所以今天其实是万事俱备的 所以你看到 这里要得 这里要得 大家左拖又拖 最后得了 是不是能够了 都还未得 欠谁呢 人还未得 接着我去电讯商 接着我老板说 不如你去看看V6 不如你去看看V6 不如他说不用了 V4也好好的 先搓一下 又要我去学 全公司也要训练过 如果你家里说V4转V6 电讯商又要走过来 又要做过的事 所以 最慢就是人的训练 就是说没什么动机 香港没什么动机 但是新兴 例如中国的发展得这么快 又不过IP 他会急着 现在我们就是这部分 我先讲一下 如何转接 今时今日 4和6是共存的 今天 4和6是共存的 V4和6的训练 是同时存在的 但是你不觉得 又不知道 为什么呢 背后就用了这几个技术去做 我现在就要讲解一下 这里又是一个简介 由家里的 Service Provider Domain Name 就是域名 内容 网络 End User等等 全套要训练 才行 所以Internet 没有可能晚上 按个按键 全世界所有东西 变成V6 所以 要颇麻烦的过程 今时今日就是这样 有一个V4的Internet 有一个V6的Internet 如果你Native 例如今天 你家里在这里 Facebook在这里 那你就没事了 但是如果有一个 但日后 你一个新的 电讯商 很便宜 你今天V4 200元一个月 上网 他跟你说50元 转V6 可以吗 你说便宜 通常就是这样 用这个Incentive 你才可以转 那你就变成在这里 但是Facebook又在这里 那电讯商就不用怕 你虽然在V6 而已 我的老游戏就会跟你 顶住 跟你送回目的地 你不需要知道 就是 的而且它是这样的 在行的 如果到时Facebook 只是V6才有 你还要V4 的话 他又说不用怕 我无论 我无论都会跟你推过去 他就会跟你推过去 到时 我相信这个游戏 起码五至十年 那 那 罗福的计息 学名呢 有两招 第一招叫Deal Step 类似这样 这家公司 我有一部旧电脑 只是V4而已 我有一部新的电脑 可以V6 很简单 出去Internet的路由器 同时兼备两个功能 这就叫Deal Step 无论公司里面V4的电脑 还是V6的电脑 我都能够处理 实际上 它 为什麽可以 实际上只有两个招臂 用胶纸搏 每个都搏去第二部 那便能够处理 这是最简单 但是最贵的 第二招又怎样 我那家公司 用了V6 最先进 我一间分公司 又用了V6 但是一个在香港岛 一个在天水围 死 电讯营科 还是V4 他不肯和我带过去 那怎样 不要紧 我们两间公司 都一样用Deal Step 通过他 即是把V6的内容 推到V4 加到V4的Header 让他走 V4这个电脑 其实不知道里面V6 他只是看V4的地址 照送去目的地 送完之后 我自己的路线 把他插在Header 变回V6 这个叫隧道 加了隧道之后 其实V4 也不知道他送到V6 V6也不知道 经过V4 第二招 这个叫Isolator Dual Step 我用这幅图去解释给你 就可以了 如果有人想有兴趣玩一下 去接駁V6的内容 就这样玩 今时今日就是这样的 九成是九是这样的 你的家里 你的家里的Windows 近这几个版本 一定是V4和V6都已经准备了 有齐了两个 制式在里面 但不是IP address 制式 你的电信箱就给你了 V4地址 但就没有V6地址 或者有不期 另外有些电脑是拨接V6的内容 你家里的九成是这样的情况 你想拨接到这里玩一下 怎么玩呢 因为你没有V6地址 你就不能去V6 你只可以去V4 现在有很多叫做Tunnel Booker 你回去有兴趣 就去Google打这个字 Tunnel Booker 免费的 它会下载程式 下载程式在你家里的Windows之后 你再重复这个程式 它会和你拨接线到这里 用V6 你家里的Windows是支援V6的 它就会拨接线到这个伺服器 这个伺服器就会给你一个V6地址 你这部机器同时有V4地址 又有V6地址 有两个地址 你V4的地址是电信箱给你的 V6的地址是这个设计给你的 你给了它之后 你的电脑就会将V6的内容 经据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原理 就是在V4上面走 送到你那部机 这部机又会用V6 去对那部机给你答案 行吗? 这个就叫Tunneling 亦是Tunnel Booker 那就是一口相信这个情况 会持续越来越多的人发生 你现在可能不熟 不懂 我说完你就懂了 听过一下 然后迟下 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你用这个方法去做 那你就会越来越熟 那我们早前做了一个V6实验室 就将整个刚才今时今日 会发生的网络结构的运作 就模拟了出来一次 砌过去 试过去 那个Performance 那我发觉 刚才我一直所说 原来还差一点 V4网络和V6网络 原来V6网络最大部分 就是所谓 压电脑的东西 物联网 我们什么装置都想上到网 这边不够 所以物联网通常就会拨到这个线路上 物联网 相信大家听很多 总之越来越多 好了 那我总括几句就算了 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 原来上网的装置和人 上网的人数 已经到了一个叫做Inflation Point 就是已经是 上网的装置和人数 比例是一样的 这个比例持续增加了 到了2015年 已经是有30个Device 但是人是 那个装置已经比 这边在用夜多 这边在用7点多 这个比例 所以我们估计 2020年之后 全球有50个Billion 的物件 周围在这里 灯 现在很多大家都买到的 菲利普那些灯 用iPhone去控制 这些也是所谓的物联网的发展 这样 看看时间 差不多 今天的主题是物联网 大家不要觉得不关自己的事 我不是科技人 不用理物联网 工业时期 原来我们今天 物联网是第四个工业革命 第一个工业革命 是mechanics 那时候是机械为主的 第二个工业革命 就是有工厂 Mass Production 第三个工业革命 就是电子化 以前经常听到 上网上 整网站 把电子照片 不是浪费出来 这个是电子化 而Internet of Things 就被誉为 第四次的工业革命 一出了Internet of Things 不同人的界别 社会上 都会配合着它的发展 而这个不是未来 现在是在发展的 物联网有很多种类型的应用 最主要的应用就是 穿戴装置 交给Kelvin 说了 本来我看应该不够时间 分享 其实香港在物联网 其实也有几个Application 去发展 或者现在时间交给Kelvin 说一下他medical方面的物联网发展 多谢